首先我们准备一个清洗干净的土豆 在这里大家一定要知道土豆怎么选 一定要选这种 表皮是黄色的土豆 因为这种土豆呢 它的含淀粉量非常的少 炒出来啊 这种土豆呢 值得又脆 而且不会粘锅 不要选择白皮的土豆 白皮的土豆含淀粉量是最多的 烂的土豆炒出来的土豆丝 再怎么做都不会脆 所以我们第一步 一定要选黄皮的土豆 用消费刀把土豆给它去皮 土豆去完皮以后 我们把土豆呢 先在土豆底部给它切一刀 这样我们在切土豆片的时候 这个土豆就不会来回移动 就不会伤到手 而且切的土豆片非常的整齐 切片的时候一定要摁住土豆片 摁住土豆 片呢 大小厚度都要一样 否则我们在烹饪的时候 这个土豆丝就不会同时熟 切好片的土豆 切好片的土豆 我们把土豆呢 给它马放整齐 这样我们再来切丝 切出来的丝呢 是一样的大小粗细 在切土豆丝之前 咱们一定要一气合成的 把土豆切下来 中途不要断 否则呢 切出来土豆丝粗细 不均匀 大家这样看 咱们土豆丝是不是粗续均匀呢 切好土豆丝 放到一个盆子中 然后里面我们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用手把食盐和土豆抓拌在一起 然后加入清水 把土豆丝在水里面 给它浸泡十分钟 加热盐能很好的去除土豆里面的淀粉 这一步一定要做 否则呢 炒出来土豆丝不会脆 即使选对了土豆 这一步不做也是不可以的 毕竟土豆里面它含有淀粉的 趁浸泡土豆丝的这个时间 我们切一下辅料 把大葱给它切一下 切好大葱 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再准备一半蒜 把大蒜给切成片即可 切好蒜片放一旁暂时备用 经过十分钟的浸泡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水比较红浓 说明土豆里面的淀粉就被杀出来了 然后呢 咱们把土豆给它清洗两遍 清洗干净以后 我们开始烹饪 锅里面加入水油 油热以后 下入我们的大葱 和蒜片 把大葱和蒜片给它炒出香味 然后我们这时下入我们的土豆丝 快速的把它们翻炒在一起 接下来开始调味 加入三分之一长的香醋 在这里呢 喜欢用白醋的就用白醋 喜欢用香醋的就用香醋 相对一点香醋 炒出来的醋是更加的好吃 这个醋呢 咱们沿锅边摇 好 千万不要浇在土豆丝上面 盐锅边 这样才能激发出醋的香味 然后把它们就是的翻炒在一起 翻炒好以后 我们加入食盐 一勺鸡粉 来点香油 再次的把它们翻炒在一起 出锅了 这样咱们好吃又美味的醋里油土豆丝就碰热完成了 做法超级的简单 学会我这个方法 您炒出来的土豆丝呢 比饭店的大厨好好吃 今天土豆丝的做法就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喜欢 就帮忙点赞转发收藏 让更多人能看见这个方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